首次上稿21点24分更新时间22点07分 记者张群腾苗栗报道 苗栗现阳性男子今天傍晚返家探视84岁老父亲但大门深锁 从二楼破窗进入 发现老父亲与62岁良性女看护陈诗在二楼浴室 警方及消防人员据报前网发现两人已气绝多时 由于屋内门窗紧闭 怀疑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苗栗检方明天降向艳离亲死因 警方调查杨性老翁平常居住在三楼透天措 平常会前往探视住在隔壁的妻子 杨翁平常的生活起居则由良性女看护照顾 今天晚上6点10分许杨翁的儿子遇返家探视父亲 结果发现大门深锁无人一门 拿起子从二楼破坏气窗进入 发现父亲趴在浴室门口 衣着完整 良性女看护则全裸坐在马桶上 杨男叫了叫父亲 并未有回应 立即打119并报警处理 警销人员发现 杨翁身体已出现失斑 而装在厨房的热水器已熄灭 并未装设排气设施 为浴室热水仍在流 加上室内门窗紧闭 怀疑因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